王瞳的愛的語言 比較是語言來表達 愛成他用的愛的語言 比較是行動 的確會有一個狀況 就是說愛的語言 所傳遞的愛全部都掉到地上 其實可能就會讓雙方 在婚姻的滿意度 就會大幅的下降 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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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是很多夫妻或是伴侶 常見的一個情形 就是說他們雙方所使用的 愛的語言是不一樣的 那愛的語言通常都是我們 從我們的原生家庭當中 學習然後養成的 那王瞳的愛的語言 比較是語言來表達 雙方可以溝通 可以分享 可以聊天可以談心 愛成他用的愛的語言 比較是行動 我為你做事 然後我為你譬如說接受 做家事 然後你有什麼需要的時候 我就很努力的去幫你實踐 我是用行動來表達愛意 我們的愛的語言有非常多不一樣的 包括語言 包括禮物 包括行動 然後也包括一個 更多品質的相處 那當然也包括陪伴 所以雙方愛的語言不一樣的 確會有一個狀況啦 就是說愛的語言 所傳遞的愛全部都掉到地上 那對方接不到 所以在愛情中 在感情中 在婚姻關係當中 就會覺得沒有滋養 所以沒有滋養 其實可能就會讓雙方 在婚姻的滿意度 就會大幅的下降 另外一個就是說 一旦進入婚姻的過程當中 當然有一個是需要建立的 就是溝通的平台 溝通並不是跟分享是不一樣的 我舉個例子來說 很多人都覺得我有溝通 但他其實不是溝通 而是分享 譬如說我跟另外一半分享說 我今天遇到什麼人 我見到什麼人 這不是溝通 這是分享 你分享你的見聞 你遇到了什麼事情 那溝通的話 我們比較會針對一件事情 講出你的感受 講出你的想法 講出你的期望 你背後的期望 或是你內心有沒有什麼渴望 那期望是說 你可不可以為我去做什麼事情 我們可不可以去散步聊天是期望 那如果我內在的渴望說 當散步聊天的過程中 我可以感覺到被愛 我可以感覺到那種 覺得我們兩個是一體的 那這種就是渴望 所以有些時候 我們可以從溝通的過程當中 更了解彼此的感受 想法 然後價值觀 或者是我們雙方 有沒有覺得很重要的事物 就會覺得形成 我們的不同的一個 覺得最重要的信念是什麼 在這裡 你給我報告 我們必須回答 我們可以從來 我們可以得到 我們可以全部思考 我們可以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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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可以做